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一对再婚夫妻 王女士和李先生 两人结婚十年 如今王女士坚决提出要离婚 原因就在于 她为丈夫生育了三个孩子 却始终换不来婆家人 以及丈夫的尊重 小姑子侮辱她 公婆有意防备她 而丈夫却次次维护 但李先生却说 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让妻子安心 她在房产证上 加上了妻子的名字 甚至在岳母经济困难时 自己倾囊相助 反倒是妻子 不理解她的好意 充满怨气 一气之下 做女婿的李先生 直接将岳父告上了法庭 这一举动 这一举动直接引爆了双方家庭的战火 在今天 王女士将告诉我们 一直低头 剪得慢条丝里的丈夫 其实是个毫无底线的恶人 在她的四段婚姻里 丈夫给身边人带去的只有窒息与恐惧 这让观察员们听了都很诧异 那么在这个外表斯文的男人身上 到底深层着怎样的秘密 最终 他们的这段婚姻将何去何从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条节 令人恐惧的婚姻下集 控制我呀 店里收的 比如人家买了个充电宝 我收了一个钱 他就说拿我的金架拿来 那五十块钱发给我 有这样的老公给我计较吗 这是一家人吗 儿子小时候从小七个月断奶 就是不能吃牛奶 他要吃那种深度水解 他唠叨我 说我费用钱 没有说像他说的那么高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那个舅舅的那个媳妇是卖奶粉的 然后我就习惯性想找熟人买 那你买了不了 然后他习惯性找那个母婴店 那个老板娘又好会做生意 他喜欢推荐那种东西 每次都发蛮多钱 真正的深度水解奶粉 我们是愿意花这个钱的 孩子还是喝了 对 没喝没喝 喝了吗 喝了奶吗 对 不买 在这里瞎说 七个月断奶 吃那个西兰花 胡萝卜 米饭 面条 西饭 这钱不打碎的 握在一起 他那个听别人讲 听别人讲 也可以打 这个东西并不是我要求他打 是他自愿打的 吃点补盖公公也管 知道不 这个就是完全是刁烂我 知道不 为什么把球上的奶瓶钱不够刁烂 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 你就问他这一点 说是 牛要吃奶 他说妈妈我想吃羊奶 长高一点 我牛要偏矮 长不高 十块钱一杯 但是他又说太贵了 我就说一天十块钱 二十块钱 省别的老婆 就说让他吃奶 他就把我身上的手机 一千二百块钱也转走了 把我的奶箱也拿那个锤子 敲掉了 站着我的立场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说花了钱的东西就是好的 一个是担心这个羊奶 对他早熟会有影响 是我认为一种想法 在一个经济实力 当时是欠债的一个情况 欠债 欠债就吃不及一杯奶 当时账面上可能就是一两千块的钱 知道了吧 而且是每个月要返房贷 我就说买点便宜的人 又来给小孩喝了 也唠唠叨叨 就是舍不得钱 就是小剧 丈夫一毛不拔 让王女士心里很不舒服 奈何 家里的经济主要靠的还是账物 虽有不分 但王女士最终还是选择了银人 毕竟丈夫这么做 终究还是为了这个家 可是王女士万万没有想到 丈夫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恶习 在她看来 丈夫的这个恶习 对她的生命已经构成了威胁 我说我用一个二手的5S旧手机 店里是开这种店 我就拿了一个手机在手上 我说我要用这个 她就冲得过来 她拿巴掌打了我一巴 拿凳子砸 被人家拖到了 用个手机老婆都不能用吗 还要经过她点头 我就觉得我活得一点意 一点地位都没有 一点老婆样子都没有 坐在场上 就是拿现在来讲 看不到的事情就不说 现在来讲我是用旧手机 她是用个苹果13 她就说现在 真的不记这些 那个芝麻酸壁的小事 还有别的地方 有一次叶子里面 她困到了 我就叫她起来 未来我就说了她两句 唠叨两句 她就不听我的 她的意思说 她占了两个钱 她要从老大 不服我 不服气 意思说我还听你指飞 她的心里是这样想的 她就摸 跑到厨房去 摸一把刀来 我今天就是要整服你 直接这样 扔到那里痛啥呀 那个小孩都惊吓 我当时全身发抖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 我说我在这里好怕呀 半夜呀 将近十二点钟呀 我爸爸就听得可怕了 他就跑得来了 谁不可怕 没有这个阴影吗 之前在店里也拿过刀烧我 也是为了一根金子 他带我的金子 叫他给我他不给 他打我 他拿那个木头板 折我 我就拿胶带扔他一下 就翻了这一下 他就想整服我嘛 那是一个好 好目标 这个完全是我自己都听到好笑 就是有点夸张的不是样子的 他请在这里纠结这个问题 你敢发誓不了 夫妻吵架是有 但是不像他说的这么夸张 我不能肯定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夫妻吵架 谈的是他说你打他这件事情 更不可能了 天打离劈 叫他发誓 拉他的父母发誓 还好我跑得乖 还笑好意思 不可能看他的 那个邻居出了名的 你们家里什么人品 面对妻子的控诉 李先生失口否认 王女学健壮随即拿出了 他带来的证据 一直打过来的 我有证据的 这个是掐的那个鱼痕是吧 那个是咬的 这个是手咬的是吗 这个也是咬的吗 咬的咬的 没有一击给我道歉 所以我对他恒心了 恒心了 一张张照片铁证无山 李先生对此会作何回应 有些地方是做的 说出来好像见不得人 但是我感觉 大的方向我没有错 只是小的地方 没有把握好分寸 每次打我之后 说我会改 下次再也不打 但是还是这样子 一只二只 打了也有二十多次了 丈夫口中偶尔的有失分寸 却是王女士这十年来遭遇的 数十次暴力 身为母亲的邓女士 对女儿是心疼不已 让我打死了 我怎么忍心呢 我也不想过了 然而真正让王女士 对身边这个男人寒心的 还不是丈夫对自己的暴力 而是孩子的遭遇 儿子不舒服 带着外婆家去住了一天 大清早我就赶着回来 跟我女儿一哭一哭 说妈妈 你为什么今天要走 我今天被爸爸真的是打死了 拿那个拖鞋打嘴巴 你这是一个人 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因为女儿端着一碗耳片 一个人端着面前吃 她的意思是说 女儿没有尊重她的爸爸 没有给她爷爷吃 小孩知道什么了 没医到她 没听她的话 爸爸就拿那个拖鞋 直接冲到厕所去打我的嘴巴 有没有这回事问她 这偶的事情是当时 是因为就像她说的 我爸也在 我也在 那个小孩可能就不怎么听话 他就把那个 因为本来菜就不多 然后他就把这个菜端着一个人吃 这些人都吃不了了 管教了一下 当然这个打小孩也是有分寸的 不像她说的是 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了 这是我女儿不在 你的分寸指的是什么 怎么才叫合适的分寸 不是分寸就不会往死里 打自己的小孩啊 因为她可能就是躲得上面 还不服气的那种 我就是会把她拽下来的那种 并不是说像她说的 好像就是我就是一个变态一样的 不是这样的吗 孩子怎么想 你有问过吗 有阴影 现在 你要说打小孩 这个事情呢 这个东西 其实我老婆打得更 更体验小孩一点 我还比她有点耐心呢 知道不 你还叫有耐心 为什么你要不要你 你就凭良心说 为什么两个三个小孩都不要你 在王女士看来 丈夫的暴力倾向 给她和孩子带来了极大的恐惧 她很担心 再这样下去 会对下一代造成深远的影响 因为她深知 丈夫四段婚姻的悲剧 都和她原生家庭 给她造成的影响有关 皇上皇的三十年 是一条寻找答案的新路 一路寻找 一路成长 一路繁花盛开 三十载坚守 风华正茂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怎么办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在金视频也会同步的直播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金视频的APP 记得要加入到我们金牌调解的社区里边 这样的话呢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 还可以和观察员老师们 邻居里的互动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延伸家庭就是爸爸也是这种德性 经常打婆婆的也是 我婆婆告诉我 她说我也是为了小孩过的 但是婆婆还在包容她的儿子 第一个老婆 她打人家走的 她说让她走呗 她生把我儿子逃不到老婆呀 然后第二人也打了她走的 她是做卖菜 我就在她手里买了一点菜 她就告诉我被她的妈妈呀刁难得要死 叶子里面要人家砍财 叶子里面拿辣椒酱给人家吃 生了一个女儿 她妈妈带 这个女儿就跟我说 阿姨 你知道我极可怜哦 看到我没有妈妈 在这种家庭环境 我是真的是好难过呀 她说奶奶打我的时候 这的纸一块 那的青一块 就是她的老婆就是我那边人 你怎么把女儿嫁给她 还有人啊 你走火烟的女儿 对对对 她说她小孩的家就是我年 也是打了人家 人家才走的 她说她个性强 做什么事都要依着她 顺到她 不顺到她就要打人 她女的也说了 公婆又强势 她姐姐又骂人家 每一个都是父母姐姐 他们性格就是这种 我在想你现在 我说了这么多 我现在都不想说了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也不想解释了 同样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角度 她的做法看法 都会不一样的 我父亲跟我妈妈 她都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我妈妈也是一个 好喜欢唠叨的人 其实我爸爸有时候 唠叨不过了 可能会动手 可能会有一种性格上的类似 可能会有这种 你这几段婚姻里面 跟你家人的谈语 有没有关系 有 但是帮助也有 我也不能站在这个立场 说我家里人 家里人就是说 害了我 我也不能说这个话 也这样太没有良心了 说这个话 今天来处理的问题 就是我们之间的矛盾 如果是真的 我做错了什么 我愿意改 如果是说 我身上有真的是 就是说 没有人让人 能够容忍得了的问题 我同意起诉这段婚姻 我不想 我不可能做得到 每个人 都能喜欢我 对 我自己 我自己的性格 我认为我 我没有不良习惯 我在生活作风上 也没有问题 然后对家庭 也是负责任的 也是有伤心心的 这点是 这点无论 也许是因为 妻子的陈述 让自己形象近毁 也许是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 给身边人带去的伤害 李先生的情绪 突然失控了 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 父母吵吵唠唠 影响了他 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两个姐姐 就比他稍微开朗一点 但是他就是 开朗不起来的那种 有时候我也有时候 看着他这样的 我也心里不舒服 知道吧 但是嘴巴也从能 不知道为什么 对老婆就不会 说一句好听的话 他那个姐姐 被他姐夫打破头 他说我好心痛 我的姐姐 我当时也听得 心里好难受 我的腰打得 我两年起不来 你都没有一句 暖心的话对我 为什么你去说 我好心痛 我姐姐 总能没有一点关心我 虽然王女士 很痛恨丈夫的暴力行为 但从另一方面 她又表现出了 对丈夫的心疼与理解 也许正是这样 又爱又恨的感情 让他们的婚姻 走至今日 那么接下来 他们该何去何从 在分析之前 观察员李小云决定 先来做个小互动 王女士 你现在把自己的两个手 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们走下位置 我现在让你做一件事情 你先站到妈妈的身边去 观察员李小云 接下来会对王女士 提出什么要求呢 这个互动 又能给夫妻二人 带来什么启示 现在我让你做一件事 前提是你的手不能放 你拥抱一下你的妈妈 好 请你坐回到你的位置上来 会不会觉得 给你出了一个大难题啊 既要让你保持你手的姿势 还要让你去拥抱你的妈妈 臣妾做不到啊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当自己把自己报警 把自己保护得太好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能力 去拥抱别人的 这个问题是在你跟 李先生身上 其实都是存在的 还有你们两个背后 各自的家庭 过度地在保护自己 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样你们之间 既没有信任 也不会有合作 既没有合作 就不会有真正 感情上的链接 对于你们来说 婚姻不像是一个合作 而你们更多的思维模式 是一个非常底层的思维模式 我就是要维护我自己的利益 和我家族的利益 你们根本不懂得 怎么伸出手去拥抱别人 说我可以牺牲一点 我的利益 我们去换取彼此之间的温暖 而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永远陷入一个 受害者心态 永远都是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错都是别人 都是你们家人的话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两个关系 永远不可能好 即便我们在这个现场 看到你们之间会有感情 但是你们再有感情 你们的手伸不出去的话 对于对方来说 你们永远都是伤害性的存在 李先生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粘人出豹子 越是那种看过去不哼不哈 不太喜欢做口舌之争的人 看过去捏捏的 这种人往往内心情绪没有出口 爆发力越大 破坏力越强 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真担心你们两个 再这样过下去会闹出人命来的 你平时是在不断地压抑 忍让 稀释宁人 我也想维护我们家人 我也不想让我的老婆太受委屈 但是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堵 你不是在输 那么当水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会把你心里的这个堤坝给冲毁掉 于是你就开始不受控 当我又不能说 又不能表达 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的时候 你就会动手 就会用拳头去宣泄你内心的情绪 当这个孩子因为一晚偶片 会引发我们李先生那样的暴怒 你当时的那股无名火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心里有多少是在教育它 又有多少是在宣泄自己内心的那些 积压已久的怨气和愤怒 在这样的家庭里 怎么会有健康的孩子 你们现在正在把悲剧往下揣 观察员李小云痛批了李先生 没有底线的暴力行为 担心再这样下去 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观察员官文却认为 有一点需要提醒王女士 王女士你们结婚已经有十年了 对吗 对 你看过他哭几次 第一次 这个男人十年和你在一起 他今天哭得像个孩子 你对他明明有心疼 你为什么不说 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妻子有多理解你 妻子很心疼你 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 你觉得这个男人会怎么对你 他会掏心窝子对你 你对他有很多很失望的地方 比如说绝对不该动手 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 让对方真正改正自己的缺点呢 如果说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对方 你必须要忏悔 你必须要改正 对方就会说 我也是被你逼的呀 一个聪明的老婆 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在丈夫情绪 已经明显出现变化了 丈夫临近崩溃的时候 你应该先收住自己的情绪 不要去刺激他 一个聪明的儿媳妇 在嫁入这个家庭当中 发现家里人 对自己有一些不接纳 有一些怀疑 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说法时 应该先试着等一等 看一看 等自己融入这个家庭之后 能不能有家庭地位的提升 看什么 看丈夫对自己的态度 如果你们现在的日子 过得是红红火火的 两个人平常有伤有量的 谁能影响得了你们呀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李先生 是时候抬起头来了 一个连头都不能抬起来 理不直气不壮的男人 怎么在婚姻当中 家庭当中 有能量和能力 主张自己的立场呢 那我问你 你没有不良嗜好 你有良性嗜好吗 比如说打球 比如说跑步 我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我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时间 问题就在这儿 你工作的性质 只消耗了你的能量 你的家庭关系 依然在消耗你的能量 对 你没有良性的嗜好 来补充自己的能量 和转嫁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的情绪 是非常容易在行为上 集中爆发的 你跟你老婆平时开玩笑吗 基本上没有 所以王女士说 就你这张脸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乐呵不起来 就是阳光不起来 那你的这张脸 带动了整个家庭氛围 就是僵的 你这不行 是我有些地方 是做得不好 男人说话 不要跟个小孩子 微微曲曲的 我听得太难受了 来像个男人一样的 好好说话 跟老婆开玩笑的时候 也没有 是吧 那你一辈子赚钱干嘛的 赚钱买不快乐的 赚钱换不快乐的 你这样你赚钱的代价 就不只是时间 是牺牲了全家人的幸福 在赚这个钱 有意思吗 赚了又舍不得花 这方向全错了 你觉得吗 王女士 你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一种说话 会自定义 对方行为的习惯 开篇就说 我自从进了他家门 他们家人就欺负我 拿我不当人 你从此就会不断地求证 越求证 越是那么一回事 那你在这个婚姻里边 你怎么待 其实公婆对媳妇 有什么戒备心理 或者是姑子 参与到其中来 在我们老百姓的家庭里边 通常也是人之常情 那你对人之常情 不主动去善解人意 直接就定义为欺负我 我就会理解成 这女的不知道怎么做人 婚姻经营的确需要智慧 更需要那种真心和真诚 理解 然后能够有感恩之心 这样才能相处下去 重新定义一下 什么是婚姻 什么叫两个人组成的家庭 如何跟自己的原生家庭 远近有度地 去把握这种关系和互动 尤其是李先生 学会热爱生活 以微笑面对 把自己给解放和放松出来 做真正的你自己 其实你就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男人 调解员李津平 都希望夫妻二人 能学会成长 王女士要独立成熟 减少对原生家庭的依赖 而李先生要消化 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释放情绪 做回自己 只有这样 两个人才能以更好的状态 来经营自己的小家庭 可是事到如今 王女士还愿意给这段婚姻 给李先生一次调整的机会吗 不过我不想过 他那个房子 当时写了我一个的名字 我就会带跑 老公我也不为难他 他也没有办法 父母改变不了 只要稍微老公 心疼我 拿我当了一点点 老婆我就好过一点 对于丈夫的原生家庭 王女士并没有做过高的指望 她要的只是 希望丈夫能够停止家暴 对她更加体贴一点 而这确实是李先生 需要学习的一门必修课 她内心绝对不向你 你看着你老婆的态度上 所有的坚决 她都是受情绪控制的 那你可以影响她的情绪 对我之前这一方面 就是做得不到位 比如说有时候 你不懂得去安慰老婆 她不会其实有的是 你的一个态度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情商会偏低 其实我抚养三个小孩 我个人也没有那个能力 三个孩子需要抚养 李先生压力之大 确实可以理解 但观察员薛辰刚提出 越是压力大 越要适当疏解情绪 这样才能让自己和家庭 分为处于良性循环 该要给自己安排 休息时间就安排 帮帮老婆带带孩子 带老婆到周边去转一转 我相信老婆小孩都会高兴 你没有在其他地方 得到一些宣言 两个人就开始去钻牛角尖了 两口子闹矛盾 弄得天天鸡飞狗跳 那父母就更担心了 姐姐就更担心了 如果你们两口子 一家五口 现在每天其乐融融 他们也就不会去操这个心了 夫妻之间把小日子过好 许多大家庭的矛盾 其实就能迎刃而解 但李先生这时也提到 自己有时脾气暴躁 和妻子嘴巴唠叨 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 岳母邓女士 也提出了相同的说法 我都等这个女儿 真的是好女儿 就希望她快点长大 对吧 不情绪 就是不情绪 嘴巴有问题 嘴巴 我女士也不可以了 不能翻车撞 这个女士一翻车撞 她就来世 你很想把女儿交好 老尊 这我管的学会都是 管的学会结果 邓女士作为旁观者 她很清楚 女儿女婿的脾气个性 这次来 她也希望我们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能够好好引导下 女儿女婿 只要他们小两口过得好 她做长辈 可以不计前嫌 安心放手 随后观察员官文 再次找到王女士 就表达这个问题 和王女士做了深入沟通 房子有时候说出来的话 就会比较难听 今后你要改 不会这样说 要控制 现在 她弄到我身上的烟气 感觉越来越深 对 要控制 当你再觉得说 你老公对你不够心疼 其实反过头来 你要想你对她的鼓励 够不够 房子还是写了你名字 她其实也是想跟你做的 夫妻相处一定是相互的 我们不能一味地 只要求对方改变 也不能只看到对方的不是 而忽视了对方的付出 接下来的路 还需要王女士和李先生 相互理解着走下去 对于未来 他们此刻会有什么想法呢 让我们回到调解现场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您是不是一直睡眠不好呢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睡眠差 轻的 口腔异味 痔疮加重 引发胃肠炎 严重的 甚至会危及肝脏心脏的健康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汗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 安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 等七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同时进行升平温补 互调互助 润肠胃 利气血 助睡眠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人 每瓶仅需29人 六层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做订购 大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理想的睡眠 是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呢 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 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荐 草极药糖 酸道仁 安睡高 它是浓缩的 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同时进行 升平温补 互调互助 润肠胃 利气血 助睡眠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层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理想的睡眠 是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呢 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 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荐 草极药糖 酸道仁安睡高 它是浓缩的 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润肠胃 利气血 助睡眠 不论青少年 还是中老年 都建议 长期服用 高方呢 采用文火 慢炖 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 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把我打屏幕电话 订购吧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这里是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我们从密室处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我们的两位 我想跟我老婆说 老婆 之前我有好的地方 做得不合适 要改进 希望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他拿一个男子主义 拿一点组建出来 希望你以后 也对我的家人 不要埋怨 我也 以后也不谈过去了 然后把小孩照顾好 两个人好好过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女人 一定要通情达理 当她向你传达感情的时候 你要回馈过去 就是不让她为难 他们家人觉得 如果单纯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没有安全感 就她姐姐找上门了 你也应该说 放心姐姐 不会的 我会写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这点你不用担心 这就叫通情 她的情流动过来了 你要流动回去 然后才能达理 你才能按照理性的 和有道理的方式 去做事 这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在通情达理 和善解忍义的这方面 有所修为 那李先生这边 你的那个工作呀 你应该强行休息 你有休息了 你人的情绪 才能输解 你回家才能真正快乐 好不好 我会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那善解 就看你俩的了 那我以后会做的 比现在要好一些 只有你们好什么 往里生 没事 只有他们两个过得好 我什么 我要不愿意 从人那么多 妈妈就记住句话 在事上帮女儿 是帮不到的 只有在做人 做事上帮女儿 那才是真正的帮她 老师呀 说得这么明白 你还要读你 你们两个带着妈妈回去吧 妈妈陪你到现在 谢谢各位老师这么晚 辛苦了老师 调解圆满结束 对于王女士和李先生来说 成长之路 任重而道远 暴力 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怕触犯法律 伤人伤己 希望李先生 警钟长鸣 婚姻虽说是 两个家庭的结合 但也是脱离原生家庭 开始一段 全新生活的起点 这意味着 自己要独立成熟地 去解决问题 同时 摒弃过去原生家庭 带来的不好影响 做好自己 王女士渴望得到 丈夫的体贴 那就要收起自己的 任性与尖刺 付出自己的理解与善良 而李先生则要学着 释放自己的情绪 才能给身边的人 带去爱和快乐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零七九一八八三四 零七九一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做个奸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